大家早上好 今天是2月28号周一 又是崭新的一周啊 感谢大家来到有first trade第一证券 美股实战学院联合会 大家带着线上公开课美股旗圈早班车 也是我们美股旗圈实战系列的公开课内容 又是非常刺激的盘前的动作啊 我相信这周也是会非常刺激的一周 那我们就直接进入到本次的班车计划主题 简单的原证声明 如果大家选择继续观看 等同于上述的交款 好那我们上周讲到啊 市场已经进入到一个极端的情绪 从而呢短期的低点已经出来了 已经出来了 那我们说过Fair and Great Index 在30以下啊 甚至进入到二字头 我们看到短暂的时候是进入到20以下 Fair and Great Index 短暂的啊 数据有进入到20 但是收没有收到20以下 对吧 开盘我们看到 尤其是在俄罗斯开打的那一瞬间啊 我们看到开盘是有出现一个极端的情绪上的低点 在这边我们也说了啊 一旦石头落地啊 情绪出现极端的恐慌的话 那我们可以开始贪婪了对吧 可以开始贪婪了 那有不少的股票 我们开始抄底 那当然我觉得短期市场可能还会继续的震荡啊 因为毕竟这个事件我们可以看到 目前的进展来说 并没有想象中的这么简单啊 呃 还有一系列的经济制裁 甚至乌俄这边可能还继续在谈判 包括后续市场可能还会有很多的动断啊 那从季节性的角度来说的话 我们看到这里二月份 中下旬啊 可能会砸出一个底部 然后呢到三月初一直到三月中 可能慢慢市场才会恢复走出来 接下来可能会有单方向的行情 这个从季节性上的规律来说啊 当然我觉得今年可能不一定这么顺利 但也值得有更多价格上的变化 或者说好的变化的一些预期啊 尤其是我们看到上周四周五市场的反转 还是非常凶狠的 尤其是来到了关键性的位置啊 标普500来到关键性的位置 包括纳斯达克还有道指等等各种啊 权重性的指数或ETM 都来到一个关键性的位置 以标普500为例 跌到4110左右 这里是止住在161.8的菲伯纳奇点位 然后迅速的反弹到了四小时的蓝线 甚至冲到了之前我们看到最近一段时间啊 跌穿 而且一直不能上去的4350这一线的位置啊 那我们也说过啊 这里可能潜在形态上需要一点时间去修复 然后最终可能会做一个什么头肩底啊 头肩底包括很多的呃股票个股或品种也好 跟大盘正相关的我们看到很多可能都是在做双底或者说想要有抬高的低点 甚至可能也在做头肩底这样的一个底部的形态啊 那左肩在这里头在这里 那右肩那我觉得是需要时间去震荡形成的 那4350或者说我们看到周五的高点 只要不过啊 这个关键性的区间不过 这里原来是支撑对吧 跌穿之后变成阻力过不去 那现在我们看到也是来到这个位置测试 暂时过不去 我们就姑且当做是4380附近吧啊 4380附近这个位置我觉得需要时间再去冲破啊 这里可能会需要点时间震荡 然后做一个右肩 最终能不能走出来 我还是有积极的一个预期的啊 那这里呃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4250附近变成了新的支撑 这个位置呢 我们看到是呃在2月中下旬这个位置我们看到 是有过一定支撑跌下来的时候 然后当时呢再一次的跌穿往下杀了一波 开始打的时候都往下杀了一波杀出了个关键性的低点 然后直到现在我们看这个位置经过一定的测试 然后最终往上走 然后同时也是蓝线左右的位置啊 今天早上我们看到也被测试了一下对吧 周末还是有很多负面的消息的 这个时间一时半会感觉还是没有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啊 僵持在这里 那如果没有很好的解决方案的话 我不期待市场会突破这个下降趋势啊 但可能需要时间去震荡 形成一个更扎实的底部 那这里不断的测试 关键性的支撑 齐稳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积极的变化 但同时也要小心四小时如果出现超买的话 那这里市场可能也会有更大的动能往下再次的测试啊 呃 那我觉得这边上周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对趋势上来说 啊 更多还是跌到一个下降趋势线的下沿位置 极端的低点出现 那日线级别的这个底背离 我觉得是值得更多长远关注的啊 所以呢 我们上周也说了可以开始贪婪了 但更多指的还是长线的一些idea 对吧 长线的一些idea 我觉得从短期来讲 这个市场可能还是有很多很多的震荡的 但很多长线的关注对象 我们也给了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参考 大家可以看 可以感觉可以开始抄底了 对吧 可以开始抄底了 都是我们看到原油 呃 依然是想要冲高 那这里呢 可以说明地缘政治还是比较紧张的 原油先行指标 我们看到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回落 所以原油啊 这里短期 要做空的话 我就逢高做空有机会啊 但是可能目前来说 想要一下子跌下去 可能有点难 对吧 需要事件性的转变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位置原油可能短期 还是会在90100之间震荡 呃 相当于说可能会是一个坐顶吧啊 需要一个时间去坐顶啊 感觉可能需要一个一两个月的时间去坐顶 然后最终可能会下来 对吧 这个事件可能最终会结束 呃 当然也可能酝酿成更大的事件级别 然后往更高的位置走 然后大盘最终可能崩盘 也完全有可能啊 当然我觉得这个可能性目前来说市场是在慢慢的 discount 慢慢的在减少这样的可能性 美元 有避险的情绪 没什么太大的变化 黄金白银 依然还有避险的情绪 但是我觉得关键性的高点已经出来了 那这里可能还需要时间去震荡 然后走出来啊 需要点时间 但黄金白银我觉得不变的是 无论这个有没有战争 或有没有这些噪音的事件啊 我觉得黄金白银今年都是逢低吸纳 对吧 都是逢低吸纳啊 无论怎么样 呃有任何的机会 我觉得还是买一些远期的期权 或者说做一些长远的布局 哪怕说是个股也好 ETA也好 我觉得都值得配备一点啊 可能大盘短期更多还是震荡 或者说波段的机会了啊 呃那是呃还有这个天然气 我们看到欧洲这边对俄罗斯的天然气 依赖性是非常大的 所以欧洲这边天然气价格是真的很快啊 但美国期货这边天然气价格 倒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呃但我觉得天然气依然值得是一个关注的对象 因为如果说啊 这边继续加深制裁 包括这个经济制裁最终起效应的话 那俄罗斯其实是油气啊 不仅是原油了 对吧 天然气也是出口大国 那原油价格我们看到出现很大的反应了 那天然气这边会不会慢慢的走起来 最终可能会不会爆发呢 完全有可能啊 所以天然气也是这里一个短线 可能会有投机性的一个品种 对吧 投机性的一个品种 呃那我觉得黄金白银 逢低吸纳 天然气短期投机 原油震荡坐顶 整体大盘也是在震荡坐底 头肩底的这样的形态 那各大交易品种 我们基本上这边讲的比较透彻了 呃另外的话就是TLT 国债啊 我们国债还是在支撑位置守着的 那如果说这边是 呃世界局势这么紧张的话啊 那全世界也不要想着加息这么快这么多了 对吧 那可能国债利率最近可能会有一些压力啊 那三十年还有十年国债利率 我们占高比较多的 最近是有冲高回落 二这里站不住了 可能会往1.7这里测试一下啊 那利率不要冲的过高过快是好事 对吧 无论是对银行也好 对传统价值也好 对所有东西我觉得都是好事 对吧 之前我们说过只要加息不会拖过多过高利率 维持在相对低位的话像十年国债维持的二左右的话 今年的估值是可以打开更高的空间的啊 就看到最近绝对强势的还是在银行类的啊 还是在银行类的 XLF 也是仅仅跌到了最近的区间下沿 再一次来到关键性的支撑位置 KRE也是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啊 抬高低点的这么一个形态啊 连续两天的强势 而且这个强势我们看到是绝对性的强势 对吧 完全无视利率的回落 但是自己直接往上走 交通指数我们看到也是这些传统价值带动的 我们看到道指这边也是连续两天 这边也道指也出现了一个ABC的一个低点 连续两天绝对的强势 把前面的跌幅全部拉回去的啊 当然这里呢 也看到了阻力位置 可能会有一些负面的反应啊 那我觉得这边可以看到传统价值 是明显稍微强一点点 对吧 稍微强一点点 这边今天早上银行回落的比较厉害 因为跟这个Swift啊 这个银行结算系统有很大的关系啊 其实全球经济都是一体化的 如果你制裁一个大国家 那其他其实也都会受到影响啊 所以我觉得短线来说 各种新闻啊 还是会对不同的板块造成一些影响 会对美股大盘造成一些影响 但我觉得这影响会慢慢的走出来 慢慢的走出来 现在唯一不变的 我们没看到强势的还是能源在 当然能源可能也在强弩之末的吧 基础原料我们看到是比较强的 其他的话 我觉得很多板块开建到现在其实都没有什么太多的强势啊 更多我们可能还是偏震荡或者是向下探底 尤其是高估值的 我在这种震荡的市场下面可能依然会比较麻烦 我们看今天比较强的还是能源方面有些绿色 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军工类的 可能会有一些变化 军工类的我觉得各国可能会加大 这个军工类的财政开销啊 那这些股票也会有受到影响啊 同时我们也说到基础原料类的 呃这里面有相对强势的 呃除了美国钢铁类的以外对吧 像这些钢铁铜类的 这些我们说的太多太多了啊 这些没毛病啊 继续的找机会做多铜钢铁 还有铝啊都是没毛病 当然我觉得铝可能会有不少股票 有更多补涨的空间 像Centric我们看到也出现新高了 呃CSTM也出现了最近出现了相对的一个 呃潜在的一个高点 然后又对吧啊 如果说这边有核武器的这种威慑的话啊 那又不用讲了 那肯定也是被爆炒的一个东西了啊 所以跟又相关的甚至还有稀土 对吧稀土也是跟军工有关系的啊 呃这些稀有的金属或者说贵金属类的 我们看到依然是属于市场目前比较追捧的 无论是通胀的原因也好 还是说因为战争或地缘政治不稳定的原因也好 对吧那这些依然是强势的对象 找机会上车或继续的持有啊 那同时QQQ我们这边也讲 QQQ这边还是一个下降趋势 没有任何的改变啊 因为来到下降趋势的上沿位置 还是要小心就还是要小心啊 所以我觉得还是做短线的这种波段啊 半导体稍微强一点点 双底的形态可能会走得更远 也可能会有更多的强势 所以我觉得半导体值得更多的帮助 包括深化制药指数 我们看到潜在从形态上来说可能会有更大的 反弹的空间啊 所以这也是我们讲到说 比较值得关注的短线的ETF 目前我们看到了布可能是更加值得关注的 包括还有半导体这两个是相对较强 银行也可能会有补涨的机会 中小盘我们看到也很强 TQQQ可能反而不是最好的这种强反弹的对象 可能不是强反弹的最好的对象 我觉得有些次分板块的ETF 可能会有更好的表现啊 可能会有更好的表现 那整体来说 我觉得市场还是偏震荡为主 短期可能会有很多的大的波动 尤其是跟俄罗斯相关的股票 那我们看到盘前啊 涨跌浮榜里面 那肯定很多都是跟俄罗斯或这些事件性相关的 当然也会有自己独特新闻的个别股票啊 而且最近我们看到像军工类的很强 对吧 这个是KTOS 也是我第二喜欢的军工股票 黄金啊 白银类的基础原料类的 我们看到也很强啊 一些估值杀的很厉害的 可能也借机在进行反弹 新能源类的我们看到也不错 对吧 契配类的最近也有不少的收购并购 的消息很多小盘股最近也是慢慢开始走起来了 那我觉得这都是市场在做底 或者说个别股票底部已经出来的 很明显的一个现象啊 那这个我觉得更多长线的机会 也应生而出对吧 更多长线的机会有应生而出 我们看这边今天的跌幅榜的话也没什么特别的对吧 也没什么特别的 最近最近我们给了一个抄底的列表 中长线抄底列表 周末我又进行更新了一下啊 那这些股票我觉得是优先值得关注 从大市值来看的话 苹果 Facebook跟微软都是好公司 没毛病对吧 没毛病另外还有一些软件科技类的 互联网电商类的博彩 还有说是太阳能类的对吧 还有一些外围的公司啊 生化医疗科技云软件等等等等 这些有大有小的 我觉得不少公司在上周都已经出现了一个关键性的低点 甚至可能已经出现了反转的明确的信号 结合价量关系来看 那这些股票是我个人可能比较熟悉 对基本面资金流各方面来说 可能比较觉得有兴趣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的啊 给大家分享一个列表 另外还有一些国外的公司 像韩国的阿里巴巴 韩国的Amazon 印度的协程 还有巴西的支付宝等等这些 我觉得就算地缘正是紧张 这些股票可能最多还是 更多还是中长线的机会啊 有不少股票是跌到位了 甚至最近我们看到印度的股票 也不太理会大盘 对吧 自己走自己独立行情 包括还有韩国的 管你的啊 地缘政治紧张 自己走自己独立行情 最近市场是跌的 他也不跌对吧 反正慢慢向上蹭 这些都说明了 新型市场里面是有些强势的 无视这些 世界联盟对俄罗斯的这个制裁 都有不少国家还是自己 这个感觉欲望相争 欲望得利的感觉啊 那我觉得很多国外的国家啊 尤其新型市场那些国家 依然是值得更多的关注 依然是值得更多关注 另外如果大家是这个做空的思路的话 我觉得最近不少 高估值的品种确实是出现了一个下杀性的低点 但还是在一个下降趋势当中 对吧 那我觉得任何的下降趋势上沿的测试 这些高估值的品种也依然值得更多的关注 有没有逢高做空的机会啊 那本周事件性的话 我觉得最关键的还是看俄罗斯这边怎么样去进展了啊 感觉这边美股啊 或者说欧盟区的一些经济数据 可能影响也不会特别的大了 对吧 可能影响也不会特别大了 更多还是要看 这边俄罗斯制裁对吧 现在新一系列的制裁基本上已经敲定了啊 制裁之后俄罗斯会怎么样反制裁啊 我觉得对俄罗斯的压力还是非常大的 当然我相信普京大帝应该是想好了 接下来怎么应对的啊 只是怎么样去做而已 确实可能有点尴尬 然后下台也可能有点难下台 对吧 难找到台阶下台 要强制性的话呢 强制性的反制裁可能也会表现出一种弱势啊 当然这里面我们不讲太多过多这个政治的东西啊 我觉得这里对俄罗斯来说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啊 当然也是需要有这样的效果 谁让他发动起这个战争呢啊 那这周肯定是重要最重要关注的一个事情 鲍威尔这周也会有讲话啊 这周鲍威尔会讲话 但看看能不能对俄罗斯世界进行一些点评吧 以及对三月份加息 以及接下来今年加息 有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些预期上的改变啊 相信可能说的还是我们会继续的关注这个事件等等等等 但是可能加息预期不会有什么太大改变等等等等啊 然后这周也有周五的这个非农就业数据啊 每个月的月初第一个周五 三月初第一个周五也会有这个二月份的非农就业数据啊 Commodity prices大众商品可能也会有很大的变化 尤其是俄罗斯是出口大众商品出口大国啊 欧元区的CPI 估计也是没什么太大的影响 本周也有一些财报上关注的对象啊 大家可能比较热门喜欢的股票 像周一的盘后Lucid还有说Zoom啊 我觉得Lucid是下一可能会是下一个特斯拉对吧 Zoom最近可能也跌出了很好的价格啊 周一盘前有些公司像道奇Energy 这也是我们比较喜欢长线关注的对象 盘前好像没什么太大变化 那Party City也是可能价值的玩意吧 Lorsetown这些可能烧钱的电动车要小心啊 周一的盘后 3D System还有SDC 这些可能也是长线关注的股票 Workday还有Pubmatic 这些可能偏估值变高啊 Blink估值也是偏高 周二盘前我们看到有Target Clim还有这个百度啊 也是发布财报 我觉得百度可能值得更多的关注 对吧其他的我觉得 估值或者说各方面综合来说一般般啊 Sofi也是估值偏高 AMC 传统价值没什么太大的动能 Power Power 看到有什么 新闻吧 没有新闻的话 这股票可能也难动起来啊 Dutch Pro这个是新兴的一个美国的快餐品牌 那我觉得估值也偏高 Northstone估值还不错 Wish也是跌出了价值 但是一直没有能够有很好的起色啊 基本上成长性没有好转 Salesforce也是属于价值科技吧 PlaySafe估值偏高 Adobe这个Apple Comper Fitch Dollar Tree 这个可能都是不错的价值传统股票啊 周三Snowflay ChargePoint估值也偏高 AI这些估值偏高 AKTA也是啊 Chopan这支韩国的阿里巴巴周三盘后财报 我觉得也是值得关注的 对吧 韩国最近是有绝对强势的 American Eagle Victoria's Secret 这些可能都普通 普通一点的这些零售股票啊 Viva还有Splunk 这些可能估值也偏高啊 Best Buy 也不一定会受到这个俄罗斯世界影响 但是也没什么太大变化 KR也是啊 BJ是挺强的 Bilibili看能不能借助财报走出来 我觉得Bilibili算是中概里面成长性非常强的 在不断做底的一只股票啊 Costco Gap 也都属于零售的啊 Dulingo估值可能也偏高 Hubert Sports 这个也是属于偏低估的这种户外产品啊 中高端户外产品 零售店 这可能也值得关注啊 这个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们周二再进行更多个股的点 评吧 好吧 那周一的话 我们看到还是有不少个股盘前有很大的骚动的啊 我觉得俄罗斯事件这边比较安静的一个人就是川普了啊 当然川普被各大媒体 各大social media禁言销声 自己在创建自己的对吧 新媒体公司 Digital Work Acquisition 这个也是川普概念股的龙头了 感觉川普概念股 会不会被炒起来呢 感觉有点值得关注的地方啊 我觉得有点值得关注的地方啊 那本周有不少的波动比较大的个股 潜在有财报的事件 或者说有被炒作的可能性啊 另外一个是这个C EI也是一只小油股了 对吧 Weewatch 阿里巴巴 Northstone 还有激光雷达 我们看到本周可能潜在波动会比较大 诺基亚这周也会有一些事件 诺基亚我觉得属于是这种买了就忘了的股票啊 当然比较无聊 不太理会大盘的情况啊 如果一旦走起来有什么新闻的话 还是很凶的啊 当然目前来看 这周可能会有些新闻 看看能不能有动静了 另外还有很多反向收购上市的玩意儿 Lucy Model 也是盘后财报啊 注意这只股票 我觉得可能底部已经出来了啊 不排除财报之后再往下杀一杀 如果能杀出一个机会的话 我觉得值得是长线关注的一个下一个特斯拉的选股啊 那么一直在关注特斯拉 但是不要忘记要找寻下一个特斯拉 特斯拉我觉得已经过去了啊 我们现在要找寻下一个特斯拉啊 周二也有一些个股的事件 尤其是中盖电动车 全天也会有一些事件 可能也是更多交车数据相关的事件了啊 然后周二的盘前有一些财报和个股的 invest day还有earning day事件啊 周三也是有不少个股财报 盘前arrival也是电动车公司 play save也是偏高估的这种反向收购上市 abicontrofetch零售 呃服装 对吧 呃全天也有欧派会议 周三啊 欧派会议 然后还有一些经济相关的数据 呃十点钟 这个是包雅尔会讲话啊 周三的早上十点钟 对吧这里是预期之内包也会讲话 呃 那周三前如果没什么太大变化的话 我觉得实际上可能就是震荡等 包雅尔了 震荡等包雅尔了 draftking在周四的盘前9点钟 也有一个virtual investor day draftking我觉得是跌出价值 长线值的超低的股票 这也是我们长线的仓位 另外还有全天有大量的个股的事件 包括逻辑 这可能很多人又会关注的 costco在盘后有财报 呃相关的啊 这不是财报相关是monthly sales相关的数据啊 quagger周五的盘前财报 苹果 也有一个annual general meeting 呃估计可能没什么太大的变化 然后周五的盘前非农就业报告 对吧 非农就业报告 也是omicron侵袭 呃这个北美啊 好几个月之后比较关键的一个就业报告吧 啊 比较关键的一个就业报告 那本周的财经或重要的一些个股事件 大概就这么多 我们看到财经相关的事件 日程上的就是周三 十点钟包眼讲话 跟两点钟的fetch bay book啊 还有就是周五的盘前 非农就业数据 这可能是加红色的 对吧 值得关注的地方 除此以外 可能都是中规中矩的一些例行套路了啊 那本周包呃 本周这边byron也提到一些股票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除了本周的一些财报相关以外 ipo反向收购上市 dividend change 还有一个mo mobile conference啊 congress 呃mobile world congress 这个就是我刚刚说到的 可能这个跟诺基亚有相关的一些事件 当然也提到了很多其他相关的一些股票 是吧 世界移动大会啊 世界移动大会 呃这个往年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些影响啊 但是今年可能会对AI啊 对5G啊 有很大的一个主题性啊 呃这个事件 我目前是没有什么特别多的关注 但我知道有这么一个事件 对吧 对corkom索尼 facebook等很多公司都会有影响啊 呃数字货币 这里 重回世界的交交点 对吧 感觉俄罗斯被制裁 乌克兰这边有很大的事件性 数字货币反而是得到了更多人的关注啊 有很多的捐款 呃募捐都是通过数字货币形成的 而且很快的可以送达到乌克兰 甚至乌克兰这边 呃对俄罗斯投降的士兵也给予数字货币的奖励啊 感觉动乱期间啊 数字货币这个资产可能会受到更多人避险的这么一个情绪 尤其是俄罗斯美元还有很多各种货币 我们看到变化非常的大 对吧 尤其是俄罗斯对所有货币 对吧 那所以俄罗斯这边的人要不要买一点比特币呢 我觉得肯定是有这样的需求的 包括乌克兰这边可能有很多需要用比特币来结算啊 包括募捐的很多资金都是从 呃这个数字货币这边过来的啊 呃同时我们看到sports betting DraftKin这边今天有个事件我这边讲过了 这种有个事件 corporate event大量的corporate event在本周 conference schedule没有什么特别大的conference M&A watch 白人这都讲到good year啊 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只气配相关的股票 主要是做轮胎的对吧 呃那我们说过这边财报的大跌跌到区间下沿 这个位置是非常非常好的长线的对象啊 所以good year我觉得可以当做是一个长线的股票 当然故意买股票可能不够给力 我觉得直接用期权可能会是更好的一种选择 当然这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慢慢的起来的啊 这可能是后半年的一个选股啊 呃 good year 然后同时也有可能会有更多的收购并购啊 在整个气配类的行业 我们看气配类的公司上周是有大量的 这两周都有大量的收购并购啊 呃所以我觉得这些气配类的公司 会不会更多跟电动车车产商合作 或者说有新闻合并啊收购 甚至说自身的这样的一个合并收购 完全我觉得有可能感觉气配类这边是有很大的 一个行业的一个洗牌啊 重整的感觉啊 呃所以这里白人也提到 购业有可能会 跟其他公司啊 相互合并对吧啊 也可能会有很大的benefit 同时水相关的啊 这种跟水呀工业呀 基建相关的 我们看到这有一个 Avacua Water Technology AQ UA这应该是卖这种中高端的这个瓶装水的吧 对吧 罐装水的呃 DEAR也是属于军这个是工业类的 对吧 American World Works 这些可能也不太理会大盘 自己走自己独立的行情 但我觉得这些股票可能更多是跌的少 不一定会是涨的多的股票啊 但是是比较稳的选择 对吧 但可能没有黄金白银好 对吧 但白人这边也提到了一些不少的股票 也值得关注啊 那就是本周的一些个股的事件 在日程上的一些 财经政治事件的一些简单的展望啊 这边看大家的几个问题 我们这今天就结束 因为已经开盘了 然后我们先看一下 B&O B&O这是一个油的ETF啊 基本上就是跟着USO走 跟着原油价格走了啊 那短期可能会在高位做一个顶部 这个位置我觉得不好去动啊 只能卖一点期权了对吧 只能卖一点期权 可否多说一下股票期权 现在怎么操作比较胜算 当然还是卖期权了 波动这么大的情况下 只能是卖期权 大盘股啊 大盘股的话 呃你看这里面这个地图上面 权重比较大的呃 板块比较大的 或者说在上面有板面的 这些可能都属于是大盘股吧啊 权重越大 当然对市场的影响会越大 对吧 权重越大会就少影响越大 一般按照市值排列的话 我觉得市值排在前100的 都属于是大盘股吧 前100的话 那可能这里 呃市值都是在100个billion以上的了 啊 这些可能算到更大的大盘股 两个billion以上的 也可以 但是对权重性可能没有什么 太大影响啊 呃 我觉得两个billion以下属于是小盘股 对吧 over 10 billion 属于是大一点的 呃 over 我们看到over 呃 200 billion more啊 这属于是mega类型的了 对吧 large大的一点的是10到200个billion 是属于large的 对吧 middle是属于是两个billion到10个billion 当然这个没有一个特别的一个 一个一个正确的答案啊 这个每个人可能心中答案都不一样 对吧 啊 自己根据自己情况来定吧 啊 自己根据自己情况来定吧 啊 另外我们看一下这里 呃 微软来不及抄底 微软就是很好的抄底的机会 当然最近可能还会有震荡抄底的机会 280就是无脑抄底的机会 对吧 啊 现在已经回到300了 确实有点难 10%的反弹很快啊 再等机会呗 对吧 如果没到你好的价格 没买到 那就只能再等一等 对吧 再等一等啊 呃 再等一等 没事不急啊 最近美元走高 对美国市场影响可能有限啊 毕竟美元走高 也是因为在全球经济有负面影响的情况下 这个此消彼长的一个影响 我觉得对美元来说可能会有很难的 呃 一个向上的动能啊 因为美元这边觉得更多是避险的情绪 早智的 不少的企业也好 个人也好 全部把资产换成美元 避险的这样的一个情绪啊 美元其实在这种紧张情况下是最避险的一个品种 当然黄金白银可能会有很好的表现 但是黄金白银波动也大呀 对吧 很多人还是可能寻求比较稳定的 比方说你大量的 这个卢布你要不换成美元呢 肯定要换成美元了啊 或是你还有很多其他的货币 也会受这个事件影响 也会换成美元 对吧 所以美元持续的走高 但是我们看到这里还是会有压力 啊 我不期待美元会走的特别的高啊 除非有什么极端的事件 当然这里加息的预期啊 包括美国经济的预期啊 也对美元短期会有些压力啊 跟股票无关的声音 9点半闹钟是开盘的声音 对吧 敲钟的声音啊 敲钟的声音 就提醒开盘了 提醒开盘了 打好精神看一看盘面啊 Lucy这周财报 那我觉得财报之后有机会可以进啊 那YNDX这个我们已经长线抄底了 当然我觉得这个股票更多 还是做短线的交易比较多一点吧啊 YNDX已经抄底了 上周五就已经抄底了啊 上周五就已经抄底了 嗯 当然我觉得这个更多可能是短线的交易了 不排除这些股票可能会被 在美国市场除名啊 所以非常非常难去做追高的动作 当然短期抄底可能也是见好就收啊 因为这还是很大危险的啊 我觉得俄罗斯的股票在经过最近这个经济制裁一系列的一揽子计划之后 我就还是尽量远离吧啊 短线的思路啊 不要不要长持了 原来我是想说做长的这个短线的思路的 啊做做这个长线思路的 但是我看到短线有这么好的反弹 那我可能就会出掉了啊 巴菲特老人家的公司也没毛病 哦 reality income 这个属于是跌的少 但也涨的少的股票吧啊 更多可能还是吃分红 台积电 台湾局势 我觉得这里可能有更大的问题啊 更大的麻烦啊 啊 YNDX被停盘很正常吧 对吧 这些经济的制裁 那我觉得如果有机会开盘 那还是把它卖掉啊 把它卖掉 我觉得这里还是会有很大的危险的 因为俄罗斯这边是经济制裁 反制裁各种 呃制裁对吧 导致跟俄罗斯相关的所有资产啊 这边要么就是被暂停 要么就是被 呃 变卖啊 所以有仓位的 如果说是周五超到好价格的 我就不用太大的担心啊 顶多可能再往下跌破这个低点 呃 也不会有太大的损失啊 但如果说这边有好的影响向上的话 这个风险我觉得是5050的 对吧 基本上跟 买彩票一样的感觉了啊 我觉得表 短期表现很好的话 因为我们超底价格很好 呃1415超的短期 其实已经有不错的回报 接近50个percent啊 这应该是见好就收了 哪怕说长线的思路的话 三五十个percent应该都应该止盈的啊 呃 那如果没来得及止盈的话 今天被停盘 我觉得也不用过多的担心 只要你成本好 那还是可以考 可以可以放心的 但如果说成本 过高你追上去的话 那就比较麻烦啊 一路追上去 就是20以上的成本 那这个可能就麻烦一点啊 可能就麻烦一点 呃 但我觉得这个事件最终 还是会倾向于乐观的解读 因为我们从市场的表现来看 目前市场也是倾向于 可能最终会有一个乐观的一个 一个情况的解读啊 当然这个市场 目前还是在需要时间修复的 最终有没有变化 可能还得看 这个事件性的变化了 这边对事件性的解读 新闻漫天飞 我们也没办法做过多的分析 我们还是看盘吧 对吧 好好看盘啊 房地产事件相关也会随着市场波动 房地产当然会了 跟经济利率有很大的关系 嗯 我不知道这边大家提到的是 美国的房地产是美 每个国家可能会不同啊 但美国的房地产 可能还是倾向于保值偏多啊 最近房地产建商类的 我们看到是有很强的异动 尤其是这个第二货等啊 算是一个龙头了 有大量的异动啊 我觉得感觉房地产 美国房地产 也跌出了一个关键性的低点 但跟整体大盘一样 我就也需要时间慢慢的走出来 也可能会受利率的影响 利率目前也没什么太大趋势性的变化 这些一切都不好说吧 一切都不好说 好 感谢大家今天对我们公开课的支持参与 今天也是超了点时间 这也是我们原计划 想要把这个公开课啊 慢慢的延伸到开盘一点点时间 五分钟十分钟左右吧 再用大家多点时间 看看盘面的一个情况 那目前盘面来看 还算是比较正常的吧 周末有负面消息 周日期货低开 那我们基本上拉回来不少啊 这里可以说明 市场还是有想要积极的解读的啊 所以我觉得这里可以开始贪婪 找寻更多的机会 对吧 找寻更多的机会 尤其是个股啊 个别板块的机会 无论是有绝对强势相对强势的 基本面好 资金流好 形态目前到位的 我觉得都是值得关注的地方啊 当然冯高做空的对象 也有高估值的对象 值得去冯高做空 但可能更多还是要等待一个 冯高做空的一个结果了啊 等冯高做空的一个机会了啊 那目前市场只要不破位 没什么更多负面消息 我就还是短期偏震荡向上 或震荡最后成成一个头肩底的形态啊 好 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一天啊 我们明天早上再见啊 了解更多信息 可以拨打first trade的客户电话 和first trade的官方邮件 官方微信服务号 first trade 横杠1985服务 236老板就算真正意义的每个月上 那我们明早 同学时间同一点 我们不见不散 until next time ture grid and stay profitable 拜拜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